小弟終於參加人生第一次東京遊戲展2019 小弟亦會破天荒在這麼大型的場合上COSPLAY COSPLAY什麼呢? 一會大家就看到 COSPLAY的造型 終於進入會場了 第一件事就是套運衣室換衣服 轉入COSPLAY的造型 COSPLAY 剛剛申請完玩COSPLAY 現在就進入後面換衣服 很快再跟大家見面 變身完畢 我這身造型 都不知道 我這身像是Resident Evil 2 Bound Hazard 2的Leon Kennedy 這個遊戲是我從小到大都非常喜歡玩的 所以如果要Cosplay的話 我一定大時間是Cosplay這件衣服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是它的選擇 這個遊戲是原則的 最大時間是雙主力 就會向下地行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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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找了一些Leon 所以我找了一個Leon 是Leon 那現在我們就去第二個會場那裏 真的去看那些大型的遊戲公司的遊戲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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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介紹CLAVCOM來年 今年會出一個新 Resident Evil Bound Hazard 遊戲 叫做 Project Resistant 我很不幸地趕不及去排隊拿票 所以不能去試玩 除了介紹這個新遊戲之外 會場亦有一個射把牆 是用 Resident Evil Bound Hazard 裡面的槍 改成氣槍 用來射把玩 因為有太多人 我又排不到隊 所以我今年沒有玩這個遊戲 除了 Resident Evil 遊戲之外 今年亦會出一個新的落黑人遊戲 是用 Zero 裡面做主角 亦有介紹了 Monster Hunter 的東西 CLAVCOM 暫時就這麼多 現在就去看其他遊戲箱 有什麼介紹 Cyberpunk 2077 年 是今年一個非常期待的遊戲 因為他請到奇諾里維斯 去飾演其中一個角色 他就請他回來 將他的樣子掃描 放到遊戲機裡面 Cyberpunk 2077 年 XD Uganda 這個新遊戲好可愛 平時我都沒有玩這麼可愛的遊戲 但這個真的很吸引 最後都是失手的 都是在CAP-OP買了一些Biohazard Resident Evil的東西 想要來到當然要買些東西 原來世家都有擺檔 小弟本身對SEGA Saturn和SEGA Dreamcast 是有個情意結的 所以看到他的東西我很想買 他有Dreamcast和SEGA Saturn的布賣 可惜他賣光了 因為真的很漂亮 只有900日圓 他也有Dreamcast和SEGA Saturn的形狀 三千多四千日圓 太貴了 所以我也是想買的 好 他COSPLAY也有個時間 現在剛剛Time Shop 要回去換衣服 之後可以繼續留在會場裡 但COSPLAY的環節就完成了 本身想要換衣服 本身想要換衣服 COSPLAY完之後就想要走 但自己也好 又想再看多次的商品 怎料 就買到破產了 小弟就特別喜歡這個 這隻SNK綠色的外星人 這隻在MetaSlug出現過的壞蛋 由於對SEGA這個系統 這個遊戲機是非常情義結 剛才買不到那些布 變得要買兩個攝石 來補一下自己的心情 再加多200日圓 就有一個藍色SEGA的袋 好漂亮的 作為一個CADCOM的 Resident Evil Biohazard的粉絲 我怎會不買東西 買了一個 喪屍綠色咖哩食 還有一隻STARS版的杯 還有一隻Umbrella的杯 Umbrella就是 致壞的壞蛋公司 製造喪屍的公司 東京遊戲展2019 完全超出我的預算之外 因為我猜不到這個展覽 是這麼大型的 只是給遊戲機 還有原來COSPLAY 真的很辛苦 焗到全身都是汗 還有 想不到紀念品是這麼容易買的 你看看 一代二代 整個手都拿不完 如果有機會 下次我都會想著再來 不知道你們看完覺得怎樣 南奇吞拿魚先生 我終於找到他了 沒錯 就是來浸一個美麗溫泉 換了一身日式浴衣 相信不用多說 抽葉原是什麼 日本這個價錢 花了2000港元